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9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在会上表示 广东将携手港澳高水平抓好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 全力推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落地建效 马兴瑞称 广东将把服务港澳作为推进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作为评价两个合作区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拓展港澳产业发展新空间、港澳居民全面发展新空间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营商环境改革方面 我们将以衔接港澳为牵引 对标最高、最好、最优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特别是在市场准入方面 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放宽市场准入的特别措施和鼓励类产业目录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未来腾勤将实行市场准入承诺计计入制 非经济入 在营商环境方面实际向于澳门高度欺凤 与澳门之间实行跨境资本自由流入流出 前海将实行商市登记确认制 港澳投资者可以逐步出港澳 一再是办理相关事项 同时 广东将推动恒勤加快构建 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 推动前海扩大服务贸易、金融、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开放 带动全省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比如 恒勤分线管理是一项全新的探索 广东省正与海关部门一道 加快建设一线口岸和二线通道基础设施 力争202年建成恒勤口岸二期客户车检区域 以及恒勤大桥 深井通道、恒勤隧道等二线通道查验场地和设施 实现全岛封关运作 促进货物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和人员进出高度便利 为秦澳一体化提供有力支撑 在产业发展方面 围绕恒勤方案提出的四大产业方向 我们正在毛划引进 集成电路 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等一批大型企业 到恒勤设立研发设计中心 研究在恒勤设立广东省航空产业基金 推动航空租赁等产业做大做强 吸引和推动更多的澳人澳资 澳企到恒勤发展 此外 广东还支持前海发挥港口 机场 保税区等优势 深化与香港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合作 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货物贸易额翻番